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500站在12層樓高的樓頂 假設每層樓高5公尺 發現地面上AB兩處的浮角 分別為30度及60度 求AB兩點的距離 那我們根據提議呢 畫出這個圖 首先呢 這裡是12層樓高的這個大樓 那每層樓高5公尺 所以呢 5乘以12 這樓高啊是60公尺 那500呢 站在樓頂上 發現地面上AB這兩處 浮角分別為30度及60度 所以呢 這個是30度 那這個呢 是60度 那麼這裡是30度的話呢 這裡也會是30度 這是兩平行線 被直線所結 這內錯角相等 所以同理 這裡是60度 那麼這個角度也會是60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首先呢 這一段的長度我們可以算出來 因為呢 因為呢 這一個三角形 這是直角 這裡是30度 那麼這裡是60度 那麼比例關係呢 是30度對的是1 60度對的是根號3 所以呢 這一段的長度啊 是這一段長度的根號3倍 所以這裡是60 這裡啊 我們就算出 這個是60 根號3 接下來呢 我們來求這一段的長度 那麼這裡是直角 這裡是60度 那麼這裡就是30度 那麼一樣 這比例關係呢 30度對的是1 60度對的是根號3 所以呢 這個60啊 是這一段的根號3倍 那麼我們要求這一段 就是用60 去除以根號3 因此呢 這個AV線段長啊 就是60根號3 去減掉 根號3分之60 我們把它寫下來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分子分母同乘以根號3 所以呢 這是等於 這個是60根號3 那麼減掉 這個是 三分之60 根號3 那麼把60根號3提出來 那麼這裡呢 會留下1 這裡呢 會留下3分之1 所以呢 這個是等於 60根號3 去乘以3分之2 所以呢 60除以3 是20 20再乘以2呢 是40 因此呢 這體的答案是等於 40 根號3 這個答案 那麼單位呢 是公尺 所以呢 AV兩點間的距離啊 就是40 根號3公尺